大家好 欢迎收看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节目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2020台湾领导人大选 随着7月15日韩国瑜在国民党内初选中胜出 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蓝绿两大阵营都已经推出了各自的候选人 韩国瑜和蔡英文 此外台北市长柯文哲富豪郭台铭对于是否参选还没有正式表态 可以说2020台湾大选的选战又将是一场大戏 那么对于这几位参选人蔡英文韩国瑜以及可能参选的柯文哲郭台铭 谁将会笑到最后赢得大选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于紫微斗数和命理哲学 有着30几年研究和教学经验的李炳信先生怎么说 先请问李先生 您觉得这三个人中谁最有总统像 这个总统我们讲的这个总统或讲领导人 那你看台湾过去几年的几个总统 这个陈水扁的脸你看是不是充满着肉像 肉啊 这个再来是这个马英九的脸也是充满着肉 蔡英文更不用讲 蔡英文更是肉像 我们刚刚看到柯文哲 从表面上来看 你就看他的肉是比较多的嘛 也就是说从陈水扁马英九一直到蔡英文以来 台湾所走的是一个比较阴沉 叫做保守 我们说这个肉它是组阴嘛 它是组保守的这样一个走法 如果现在台湾的经济很好 或者是在一个高点的时候 那一个阴相的人 也就是这个肉像比较强的人 可能他的机会就很多 也就是说在乱世需要一个阳相的人 那在一个盛世需要一个阴相的人 但是台湾已经走了将近20年的这个肉像 或者走阴相 那现在应该是要在转阳的时候 因为阴阳本身是一个交替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好好看一下韩国瑜的相片 在他的整张的这个相里面 你看这个天阳骨有没有凸起 他的这个太阳骨有起 日月角也怎么样 也有起 骨头叫羊嘛 所以你从这个观点来看 你就看现在在台面上的这几个人 谁的骨相比较强 韩国瑜 那个机会就比较大 就韩国瑜啊 这是我从天命上来看 看来李炳信先生是看好韩国瑜的 其实啊 不仅李炳信先生看好韩国瑜 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 韩国瑜不论对上何种组合 支持度都领先蔡英文 柯文哲和郭台铭 在各种对战组合中 韩国瑜的支持度都维持在3到4成 领先对手6至12个百分点 说取这个韩国瑜啊 真正大范围的被人们所认识 是在2018年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时 2018年11月24日韩国瑜 以53.87%的得票率 击败对手陈其迈 当选高雄市长 一举打破民进党 把守高雄市长二十几年的局面 令人惊诧不已 2019年7月15日韩国瑜 又以领先17个百分点的优势 战胜富豪郭台铭 成为国民党选举候选人 再次震惊世界 那么韩国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韩国瑜 1957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中和市的眷村 祖籍河南省商丘县 幼年时的韩国瑜既有学霸的荣光 也有逃学翘课 打台球打架的青春期的叛逆岁月 18岁时入武军校 后来相继考上东吴大学及国立政治大学 取得了法学硕士的学位 1990年韩国瑜在台北县中和市选区胜出 担任台北县议员 由此开始了他的仕途之旅 也开始了他打绿汉将的猛人征途 猛人的第一次出手 是在他担任台北县议员期间 那时韩国瑜时常与民进党级县长 尤卿激烈政变 一次为了阻止尤卿进行施政报告 韩国瑜对尤卿拍桌怒斥 尤卿拍桌还击 韩国瑜随即拿取保温杯砸向尤卿 并冲向主席台 勒住尤卿的领带 幸亏在场议员拉开 韩国瑜才没有真正的殴打尤卿 猛人的战役中 最著名的是1993年殴打陈水扁事件 1993年5月5日 韩国瑜认为陈水扁辱骂眷村的容包 上前与陈水扁争论 并打了陈水扁一巴掌 双方从心落座后 陈水扁对韩国瑜说 不要用对付尤卿那一套对付我 韩国瑜一怒之下再次上前 攻击陈水扁的头部 导致陈水扁住院三天 后来此事以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调解 韩国瑜道歉而了结 不过韩国瑜却收获了一个打绿汉将的称号 随后几年 虽然有位眷村改建条例一人报答主席台 二十几名民进党立委的彪悍战绩 但韩国瑜觉得自己在政坛有负选民托付 迷失方向之感 萌生了退出政坛之意 2001年 韩国瑜首度离开政坛 2004年 韩国瑜在云林县创办维多利亚学校 2006年 曾受邀出任中和市副市长 但就任以年龄八个月后 因为个人规划为由而请辞 2013年1月1日 韩国瑜正式出任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又被称为北农公司 是台湾最大的农产品运销公司 具有全台湾菜价定价的功能 韩国瑜就任后 从对蔬菜完全不认识而开始摸索 到后来居然将北农公司精英的风声水起 但是从2016年6月起 民进党开始布局北农公司 当韩国瑜在9月19日前自行请辞 并且民进党立委段毅康 多次在Facebook上发文 指控北农黑幕重重 于是台北地点署在10月22日搜查北农公司 10月25日韩国瑜召开记者会 呼吁段毅康与他进行公开辩论 使自己的绩效操守惊得起考验 11月15日民进党籍市议员王世坚 与韩国瑜在台北市议会激烈辩论 质询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后 韩国瑜敏捷的辩论吸引了大众的关注 2017年1月11日大势已趋的情况下 韩国瑜辞去北农总经理移职 这次事件被媒体形容为民进党抢了韩国瑜的菜摊 有感于民进党拿下北农公司的强力运作 而国民党相对的伪迷不振 辞职的第二天 韩国瑜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一职 但随后因为得票率过低而落选 虽然2017年参选国民党主席一职失利 但选后党主席吴敦义看上了韩国瑜的能力 并恳求他出任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 但此举遭到了韩国瑜家人的一致反对 一番思虑之后 极为艰难的说服家人的韩国瑜 在2017年9月7日到高雄市就职 并于2018年4月将户口牵制高雄 开始参选高雄市长 高雄市位于台湾南部 自1998年12月 民进党人谢长廷担任市长以来 20年来高雄市长一直是由民进党人士把守 20年间无论国民党派谁到高雄参选 几乎都是炮灰 这次国民党人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 无异于在敌战区抢摊登陆火中取栗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韩国瑜就职国民党高雄主委后 请走基层了解民情 提出口号是 祸出得去 人静得来 高雄发大财而生得人心 韩国瑜真的有这个本领 我一定会把高雄行销出去 让高雄最美好的东西卖得出去 人静得来 高雄发大财 2018年11月24日 韩国瑜以53.87%的得票率 击败对手民进党的陈其迈 当选高雄市长 猛人出手就是不一样 以不被看好的姿态入场 以大胜结局且成就功与名 韩国瑜在高雄选战中的表现 让人眼前一亮 联想起一年前民进党 抢走韩国瑜北农总经理的位置 而韩国瑜却在民进党大后方 抢滩登陆成功上位 媒体讽刺民进党 是抢了菜滩 丢了江山 台北支长柯文哲也曾感慨到 他在北农总经理就好好的 你们何必去捅这个马蜂窝 自参选开始韩国瑜就造就了一股寒流 而在就任高雄市长后 韩国瑜更是频频出访 向外界推销高雄农鱼产品和高雄的旅游 高雄也因韩国瑜的存在 迎来了如潮的观光人流 参选时 韩国瑜对高雄市的定位是又老又穷 就任后 韩国瑜大力招商引资 天平道路坑洞建自由经济区 捷运交通网和蔬果观光基地 一心想带领高雄发大财 朝着自己给高雄订的全台首富 这个目标而奔去 但是 他的目标真的就仅仅是让高雄雄起吗 不 他的目标显然是民进党 是台湾 是你抢我的菜摊 我抢你的江山 谦卑所有的乡亲一定要力量团结起来 一定要让民进党下台啊 好 下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